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对于公众来说已经是接近到无可接受的一个阶段 有些自从李宝传入主之后 你看到他的事好像不用交代那样 但是上个星期才听闻会将香港电台的一些节目 总之过了一年我们就要在YouTube上下架了 想都想不到 今天起床的时候真的下架了 所以我们今天立刻请来马克姐 前记协的主席麦燕廷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有一个声明出来就是叫撑公共广播运动 就是反对港台下架节目的声明 其实有多严重呢? 这件事到底是代表着什么? 为什么你们这么即时都发一个声明呢? 我想这件事最严重的地方是有两件事 第一你觉得香港电台好像当这些东西是他们的私产来的 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不需要交代 就算你说前两天 他才说我们会在YouTube那里 将已经上了一年的节目下架 然后他只是说了一句就是那个安排是要跟他们现在自己港台的官网 我们叫的那个安排是看齐的 因为在港台里面那个网都是留一年的而已 但是问题就是 你香港电台的网为什么留一年? 可能因为你的伺服器不够 你那些买的那些激素不够而已 人家现在但是在YouTube那里他没有要求你这样的 其实你放千秋百世都可以的 为什么你要看齐呢? 没有这样的需要 而没有这样的需要你这样做的时候 人家就会质疑你为什么有这样的决定 你究竟是不是想清洗历史 是不是想一些有争议的节目或者是那个内容 是不被后世所知道 你自己收回然后我估计他下架之后 他不会再放出来的了 那一定是放在仓底 你这种这样的做法 其实是同一个传媒机构的本质可以说是背道而词的 个个都想自己的节目就是多些人看 让同事的心血被人欣赏 而你就算用一个所谓公布部门的角度 你都是希望物尽其用的 我做了一个节目出来 当然越多人看 我就会 你所谓越物有所值 是吧? 不是的 我真的没见过有传媒机构 是会自己 将那个传播那个力 甚至等于那个影响力 自己限制着自己 一年我就拔回来了 所以这件事是严重的 第二就是他其实是违反了 就是给别人的感觉 他的解释是没有说服的 大家就真的在想 其实港台是不是在配合政府去清洗历史 去把一些有争论的东西没了 以后就是政府说的就是真的 尤其政府现在想立一个假新文化 然后就更加方便了 你连过往说 我用这个反修理运动来说 他们现在港府最厉害的那种说法 就是这个是黑暴 那你骂那些 湯家驊说了 湯家驊说了这件事 是的 那你日后是不是就只有你说呢? 尤其是如果没有这些片 那你就更加 没有片没有正常 就任得他说 现在就可以更加方便政府用那种所谓什么 你们现在的人不喜欢政府 或者反对政府 批评政府 是因为你给传媒五道 那以后呢 没有了这些片 没有真相的时候 就更加 可以坐实他的那种算法 就是我的 我说了算那种的态度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是严重的 所以呢 我们就发了个声明 是觉得除了他没有 将这个 港台这个身份 是作为一个公共广播机构去做之外 就是担心对那个历史 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刚才提到说 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 港台好像当这些是自己的私产 其实就是 我想是 所有人都很不可接受 一些很温和的评论员呢 都在公开的评论那里 直接用到PK这些字 过往很少见到这些人 就是这么生气 这么生气 是啊 那你就可想而知他们真的有多生气 而且事实上他真的觉得好像这些是他的私产 但是他不要忘记 港台是政府部门来的嘛 他用的是公共 是我们的钱来的嘛 然后拍了个片 理论上这个应该是 当然是公共的资源啦 你没有可能就是 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我喜欢收就收 完全不用解释 完全不需要交代 这个是不符合 公共部门或者一个政府部门的应有态度 再说就是 你作为一个公共广播服务机构 是不是都应该交代应该问责啊 根据这个 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是这么说的 你一个公共广播服务机构 公开透明啊 对 公开透明问责 Be accountable 但是李百传出了名 我连会都不用跟你开 这个就是 还有我觉得他做法真的有点奇怪 因为他一来他就这样下架自己一单方面做了这件事 但是他依然是在联合国的一些组织里面 广播组织里面仍然是一个联盟的成员 你那里还没处理呢 其实你是违约的 到底我经常在想 香港是不是现在变了出名是 所有声明啊 或者有什么条约合约呢 都是属于叫做违约线 包括中英联合声明啦 一国两制啦 现在连一个电视节目呢 里面都说明有合约 喂 尽量希望透明啦 当些广传出去啦 给多些人得到这个资讯啦 还有不要这么说 其实有很多港台的节目 过往这两年里面呢 每个节目得奖 亦都就是公众知情权是靠这件事 亦都平衡政府啦 政府里面的有一些真相 竟然在其他地方看不到 这个是政府的媒体所拍出来 希望都可以有一个依归 还有最近呢 我不知道阿马姐也看不到 网上的很多私人的group都流传啦 就是叫大家喂 快点download啦 快点download啦 没得看呀 想着这个weekend尽做啦 都不够24小时 没啦 还有还有一个问题 有很多人问过我 我就算被你download了 被你download了 你都不可以公开播喔 因为的确有一个版权的问题 你又不可以再上传上YouTube 因为他已经告诉你 如果你播出来的话 真是违反版权 你也没办法再是公众可以看得到 所以现在很严重 是啊 你刚才说得很对 虽然大家都在做这个救我运动 大家在那个听的时候 在那个报告下下下下 但是就正如你说的 其实你不可以再去那个公共领域那里 因为你只可以私下传 但是私下传的影响力或者流传 一定是会有限制的 那么他就达到他的目的了 他就是想这些的记录 是逐渐烟没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都还知道 有什么亢相集的721纯与真相 你再下一代可能是不知道的了 这个情况就等于六四那时候 你想想到现在 中国政府都不肯公开真相 我们做新闻都知道了 其实当时我们知道解放军 他去了所有的医院去查的 就是说他手上应该有最多的真相 但是他从来都不公开 然后呢 就不断地说你们这些人 大家都知道了一年多之前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反修例运动了 于是大部分的反修例运动的片 都会没有了 我都上去看过那些被删除的那些片 其实很奇怪的 你说他 就是一年前那些 都要移除了 但实际上呢 有些人都在 那么奇怪 是 就是他不是全部都没有了 你们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比如说我都数过一下 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亨昌 亨昌集 其实很容易的 大家上去YouTube里一看 他有那个桌子 一看 亨昌有425集 上去 他剪了多少呢 抽了41集 就由去年的4月开始抽 那就是刚刚一年 但是你再远一点 2018、2017、2016 有存在的 其实如果他要抽很容易 总之就是由2020开始一起抽就行了 但他不是 他是选择来抽的 很明显你都想象到他抽走些是什么 而且亨昌为什么会这么多 就是因为 他做得好嘛 他做得好是因为他能够真是反映过现实 就是所谓说真话 而且是用一个有水准的方法去讲故事 那当然会刺痛某些人 所以就会抽得最多 但是其实可能呢 大家最不在意的是什么呢 其实抽得最多 如果说比例 大家可能都猜不到 你试试猜猜是哪个集 接我吧 抽得最多 会不会是 《义事论事》或者《事点31》 头条新闻是 不是 是英文节目 《The Pulse》 竟然 是 《The Pulse》有326集 他抽了32集 按比例 是9.8% 最接近一成 所以他抽的比例最高 我猜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猜 国际舆论 因为《The Pulse》 因为是鬼佬 通常会比较 按西方那一套来做 可能会更加厉害 更加批判性 所以抽就抽得更多了 我上海看过 他抽前前后后 虽然是由2020年的4月开始抽 但是 比如说2018年5月那些 他也在 2017年也在 但是2018年的5月31日 至6月9日中间 有一集他抽了 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 选择来抽 肯定是选择来抽 因为我们刚才说 如果他要一凹个抽 其实很简单 他只要将2020年4月 打后 打前的全部抽就行了 但是他不是的 他是很明显 他确实是由2020年的4月开始抽 但是中间有很多 他是没有抽到的 但是譬如我刚才说的 《The Pulse》这样算 他有一集很明显 在中间抽走了 2018年5月31日 至6月9日 那你想到 没有了什么 当然是六四 是 还有我觉得 似乎是 已经 已经 在自己赢了 为什么呢 国际舆论也很重要 如果有一些确实是 如果他想继续 使用历史走呢 第一 不单止 我们香港人自己看不到 或者下一代看不到 他也不想外国再有这些 翻查记录 可以看到一些 由政府的 所谓 香港电台都是政府的一个媒体 那他不想他们看到这些 想看到 即是 Favor政府的那些 就一直保持在那里 但我想到一个 挺 深寒的一个举动 就是 哪个帮手里面 肯定是有些 Editor 肯定是有些监制 是帮手做 抽这些节目出来 那他们都要很有指令 或者已经很知道 我进来做这种 censorship 他是配合的 那就是说港台 已经去到一个 配合censor的年代 去抽起一些言论 是令到这个历史 没有再一个100%的真相 是啊 你说得 就是 很对 也是大家很心痛的地方 就是 其实现在 所谓 你拆港台 甚至是令到港台 就是 就是 只剩下一个浪 换了一个馅 的东西 是香港人做的 嗯 而且不少呢 我们相信是 公务员做的 那你想想 我很记得就是 在97年前 就是 彭定康临走的时候 那个 施政报告都说 其实呢 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彭定康 其实应该是中事员 是 就是以前的行政会议 非 就是首席非 官首议员 他很早已经说了 就是说 其实 香港梅坤呢 可能 香港会败在哪些人手呢 就是 香港人自己的手里面 一些 就是听 就是所谓跟 北京指令 去做事的 香港人 那现在很明显 你看到 港台的情况 就是这样 而更加 我觉得 讽刺的是 今天是 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 他们就在 今天 做这些事 就是 我是 相信 我估计 他们 根本是在脑子里面 是不会想到 有世界新闻自由日 这件事的了 他只是觉得 我5月开始要做 5月3号 就刚刚是 5月第1个工作日 顿快做 顿快做 是 你看到这些就是官僚心态 就是会做这些 那么令人远色 和真是可悲可叹的事 移出来 而且他不敏感到今天是一个新闻自由日 很明显 这个真是很心伤的就是说 在一个这样的 就是今天你就是要等多一天 也不是争在那一天 我们一般人这么说 不过你刚才说了一样 你说什么时候会冰床放在仓底 我想到一样东西 其实曾经有个机构常来这么做 就是我以前的机构CCTVB 就是谁不听话 就是谁演员 斐文多 好 雪藏你先 那每个人拍的东西 就等你乖 随时重见天日的日子 都是几年后的 你看到很多仓体货 突然间乖了 是不是 有机会 那些也好一点 有一天是会重见天日 你觉得这些节目 就是以你 今天大家一起发了一个声明 让大家这么注重这件事 那你觉得在你的直觉里面 这些视频 会不会每一天 就是重见天日 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小 你都说了 那些人乖回 那些艺员乖回 可能出回来 但是这些节目不会乖回的 以政府的标准 怎么会是乖呢 他们现在既然抽得 就当然不想他再被人见到 所以在港府的标准来 是不会乖的 即使 我在想着 即使日后换了 特首也好 什么都好 既然已经有一个 这样的机制在 你想一下 如果你是公务员的话 或者你是特首 你会不会那么笨 走去试一下 再放出来 行不行 当然不会 当然宁愿保住自己的 护衫帽 是吧 所以我们才担心 如果他 一开始这样做 那些片集 再重建天日的机会 是很低的 所以我们才说 其实你现在这种做法 就是为什么我们 发了一个声明 除了 点出他这个 那个做法 不对之外 我们是告诉他 你这个不对 不单止 只是对香港人来说 是不对 因为现在老实说 大家都知道 香港人都 没有他扶的了 他现在一个这么专制的政权 他说什么他根本都不管你 但是我们 我们想点出的 就是香港 仍然 当年是透过英国 现在是under中国 是签署了 那个国际人权公约 当中 国际人权事务委员会 在2011年的时候 已经出了一个 我们叫做一般性意见 general comments 就解释 在这个国际人权公约里面第19条 有关这个表达自由 应该怎样去落实 很仔细 几十条条文的 当中其中提到 这些药方一定要 有途径 方便市民 去找 去查 去拿到的公共的资料 这些用公帑制造的 当然是公共资源 亦都是公共资料 那你应该是 给市民 越方便越好 越方便越好 你现在警员是 就是 背期到而行 亦期到而行 所以你其实是有机会 你是违反 你那个 就是违反你的公约 你日后 香港每五年 是要向联合国 尤其是委员会 提交报告 到时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 是会 执问港府 你这种做法 是否违反了 那个公约 第十九条有关 表达自由的事情 我们希望 香港人就 说你不行了 老实说 国际公约 国际组织 你 是不是真的 完全可以 不用理 所以我们都说 我们都知道他开始下架了 因为 去到下午 我们就已经听到 他已经来了 因为当初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时候 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 也不知道他针对什么节目 他只是说 总之超过一年的 就下架 和官网看齐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他原来 真是这么准事 快成这样 是的 快成这样 这些港台有些同事 就是旧同事都说 平时看到他们做事 又不见他做得这么快 这些事情就 乱乱乱 已经是 差不多一个小时 已经删除了 他要删的节目 所以 我们都知道 阻挡不了 所以 希望 一些 香港政府 他有一个所谓 国际责任的 地方 他仍然要去 肩负 这个国际责任 希望他考虑 然后 把那些已经 删除了 那些 麻烦你再 上去 虽然我们都知道 这个可能性 是很低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 港府 你跟他说什么 他就是 他就是说你抹黑他 说你 说你们 就是乱说 就是诋毁他 我也知道 很多 市民 他都在做一些 救忙行动 刚才你说的 大家都不断下载自己的东西 但那个不可以公开 是的 不可以公开展示 我知道 有些朋友 努力在做一些东西 不过现在 在这里我就不说了 但是 就是 有些人在做一些东西 方便大家 继续可以在公共领域 那里 可以 找回这些优秀节目 不要让这个历史 让港府抹除了 我希望他用了 我希望他用了 你很难想象 不要说政府部门 你还叫自己是公共广播机构 你还是ABU 就是亚洲广播联盟的成员 你怎么可能做一些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传媒机构会做的事 简单来说 但是很明显他现在就是 在配合政府在清洗历史 清洗一些他们不喜欢的历史 他们不介意你在那些 就继续在那 所以为什么你几百个节目 现在加上超过一千个节目 他现在剪掉的 说的是百几个 百多二百个 很明显就是有筛选 那筛选是什么 大家都可以想象到 如果你骂政府的 可能你骂疫苗 就是不安全 不合听那些 不合听那些 就是剪掉了 以后政府的声音就更加大了 为什么呢 他就说你们抹黑了 你再不可以拿回以前的片子做证据 就更加惨了 又更加没得看 就是证明政府讲的东西是对的 我们先休息一会 回来就是 既然出了这件事 简单来说 你拍到不合政府的东西 都会知道有一天会下架 加上他又要你 偷一些钱出来 其实之前我们不是说 都不是的 都有一帮人很努力在里面做东西 但是当你看到 下架的时候 是不是还可以 就是令到他可以有一个 incentive 还相信可以做这些东西呢 回来又问一下 Mark姐 第二有一个人我们真的很关心 与此同时在一个新闻自由日里面宣布出来 收到风了 大家都 就是利君亚小姐 终于在五月底 是要离开香港电台 那我就回头 在这个 新闻自由日 真是要问回关于新闻自由的 真是忠实的拥护者 Mark姐 再和我们分享 2021年的5月3号 如果不是Mark姐提一提我 就是麦艳婷小姐 告诉我 我不知道这个 今天是这个叫做新闻自由日 国际新闻自由日 大家都知道了 YouTube要下架 大家回去YouTube 搜索一下香港电台 例如《黑枪集》 The Pulse 有几多集被人 就是起了底的 已经起了下架的 那就是大家慢慢数 但是呢 就是 刚才我们讲开了 就是今天都有另外的消息 利君亚小姐 也都是终于又是被 被 不续约了 现在 那我们没说他之前呢 我都问 就是港台 我们说 虽然几困难 都有一帮人 很坚持着自己 你上次说嘛 继续问问题 我们上司叫我们这样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么现在 你看到那个end result 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之外 他答了你 你要过了那一关之外 喂 其实 迟早都下架了 不对的 那么他们的意志强得多久 你认为他们撞崖得多久呢 其实呢 新闻自由日 这样就是他们会是很失 意志很 消沉啊 老实说 我想大家都很 就是 沮丧 但是呢 我仍然相信 有些人愿意做 不过 情况确实是越来越差 大家都知道 事实摆在眼前 就是在香港电台辞职的人 其实是不少的 现在说的 我估计都超过20个了 只是计算 头一季 我也不说 就是去年年底开始 其实已经有一些了 是因为要签那个 声明 说要什么 校组 特区 拥护这个基本法 之类之类 已经有人离开了 现在加起来 加起来 我相信 在这个下架事件之后 就会 我相信走的更加多 因为 你过往 做了一些好事出来 你知道 其实 大家都知道 做新闻这一行 其实人工人不太高 不过 就真的是那个满足感 尤其当你发觉 你是可以 真是所谓 做到第四拳那样 监察到政府 撂了一些它的坏东西 甚至是 如果逼得它改 就更加好 其实那个满足感 是来自这 我们所谓 常常拍一些 卓越的节目 都是 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现在 已经改政府 又很困难 大家都知道现在你跟他说什么 他都借了龙耳尺尺尺尺 甚至是 你现在做了一些好节目 都会被人下架的时候 你确实是会越来越深探 你再说就是 现在的 譬如我说亨昌 亨昌他们现在 我们叫真那对亨昌 那些A4那些 A4那些继续很努力 在拍摄 但是那种真亨昌 是现在变成了研究者 就是做资料搜集 那你已经 又没得拍 拍起了又被人下架 那你都看到 其实他的势是什么 迫你自己走 你没有人 那你 你唯有自己走 你走了 那就更加对了 就他的人 进来去做 丁中下坏 是的 于是那个劣币 驱逐良币 那个情况 一定是会 越来越严重 而且你 看到 他对利君亚这件事 其实本身 就是当然 我们就算说的结果 就已经很离谱了 就是我真是 不觉得 利君亚问我这条问题 有什么问题 叫你讲人话 那有什么问题呢 确实是你真是在那里 在那里兜兜转转 就是你很难想象 几百万人 叫你 就是成立个 委员委员 去调查这个 反收入事件 政府可以完全不听 然后自己不断在那里 重重复复说 他自己要说的 那么 一个记者 做他的天职 而要被人 就是现在很明显是 炒 就已经是很淋谱了 其实这个已经是 踐踏新闻自由的一个做法 因为你是直接 你炒了他 这个也是为什么 今次 记者其实刚刚今天也发了 新闻自由指数的 调查 已经看到 绝大部分 应该这么说 的人是觉得香港的新闻自由 倒退了 而其中 七成的备访 就是说 是政府 和中央那些 不敢去评论 批评这个港府和 中央政府 是一个原因来的 就是政府撕压 亦都是一个 令到新闻自由 收缩的原因 那你 政府去炒一个 雇员 当然其实就是 这种压力的一部分 所以说 整个过程本身 就是那个结果本身已经是不对的 再说就是 它整个的过程 是连政府部门里面的程序 都不合的 就是我们所以 套用这个梁家杰那种说法 真是礼崩乐坏 什么都做得出 完全连这个 最基本 我们经常都说 政府你都要跟规矩去做 它连这个规矩都不跟 那你就看到它多差 那你又说 什么不打规矩 现在不跟它续约 有什么问题 我是老板 我不跟你续约 就不跟你续约了 但是不要忘记了 香港电台一个政府部门 利君亚进去的时候 他去2019年 2017年 总之呢 他应该在去年 去年年底的时候 应该是已经满了三年的 我们叫做试用期 但是因为要 所谓整他 所以呢 港台的 管方竟然可以说 这个不是叫试用期 这个是一个合约 那现在你的合约完了 我们再延伸 但是因为呢 我们有 有个调查未完成 所以呢 我们就延 延迟你那个 给一个 短的约 所以就延了两次 好了 你当时 就是本身延迟那个合约 就是把这个试用期 改为合约 已经是不对了 摆明就是 礼环折曲指鹤为 指鹿为马的做法 好了 即使你真是当你是说 你和他不断地续约 是因为你那个调查未完成 所以我要续约 好了 现在你和阿里关亚说 不让他再做呢 原因不是说我们完成了一个调查 调查说不可以接受你 他只是说 我不跟你续约 简单来说就是说 不需要调查 那调查你干什么 他最初用的籍口就是 正正就是说 其实 他们有说接获投诉 我们最清楚的了 大家都疼着我们这个新闻 女神 我们这样说 最初就是说他为三年试用了 新闻主任这个位 OK 接获到有些人 代理新闻 对了 他们就试用期了 然后就有一帮人投诉 有email收到 也都没说赚有多少 就是有人投诉那些 他就出来查 所以呢 已经查完之后 经过两个上级看完之后 没问题 clear了他的名字的了 那就是说其实就应该续约了 理论上的 不过 然后就有新管理层进来了 我们是需要再重新review多一次 所以就extend他的合约多半年 OK 你extend了合约 等他调查完毕 刚才Mark姐你真的说得好 那调查是怎样的 没有了调查 然后基本上是 就是你用了一个方法 等人跌了下去 叫做续约那个 就是那个模式里面 那你现在就说 哦 我们不跟你续约 很正常 就是我怕着最后出来的 不单止又是李伯全 接着邱腾说 出来又在一起加上一起说 那这件事呢 我们每个内部呢 我们都很相信 而且我们程序里面呢 是依法办事的 那当然啦 因为你都 对啦 那大哥 那你什么东西都是你 你自己设定了个龙门 不断搬呢 我觉得真是 就是在做港台的人 其实我觉得最厉害就是 李君雅 就是一句说话 在里面呢 他真是 有那种操守 即职业的操守 他没有说任何 亦都没有出来说 记者知道 他守到最后一刻 言之有感的时候 那你身为 如果真是去到五月尾了 你觉得身为 李君雅 就是一个 新闻从业园 这样被你污名化了 其实就是说 你不同的续约 你又没有告诉他不合乎 那到底他是合乎 条件还是不合乎条件 变了 如果根据合约来说 你是一个 不适当 就是做得 就是跟合约 跟得不好的人 你才会被人 就是 炒的 或者不续约 那身为他是不是需要一个 就是 清白的过程呢 就是没有人还他清白 我相信呢 他的清白呢 在公众已经还了给他 我不相信一个 理性的公众呢 会觉得呢 他是自己做得不好 我撇开那些 真是很极端的 真是 深蓝丝 他们当然会觉得 你这些什么 黑记者 黑记 他们经常说 问这些问题 我常心想 问这些问题 有什么问题 其实记者问 记者问问题 他的天息 怎样答 才能考到你那个 被问的人 很明显就是 有人 就是个心胸狹窄 是 是 不懂得去回应一个记者的提问 觉得自己并冒犯 所以 就用这些这样的手段 就是 而且你看到呢 当 我们经常都说 权力使人腐化 绝对的权力 使人绝对腐化 这个呢 真是 智礼明言 大家看到呢 香港政府呢 自从 你真是看到这两三年 你看到港府那种 不愿意面对公众 越来越 独断独断独行 那种状况的情况呢 是越来越严重的 那我都在想 那当然了 如果我要面对公众 经常都被人骂 或者要很多东西呢 就是 去解释 甚至是要听取民意的时候 很多所谓他们的 就是 效率就会受影响了 但是 当他发现 咦 不是啊 只有我肯定来 而这个肯定来呢 是北京同意的 那就是 他的权力 授权者呢 是接受这种方法 而又 更加方便 我想怎样就怎样 我想 每一个人 就是 每一个拿着权力的人呢 是不会因为 这样而感觉到 兴奋 一定是会越来越 重弱 所以你看到呢 港府呢 是越来越专华 那种做法呢 我们过往呢 就只是觉得 为什么你政府 出声明出到这样 现在呢 它应该出到呢 我看的那些字眼呢 因为我都经常跑中国新闻 那些字眼 跟大陆那些 就是宣传部 或者外交部的字眼 没什么分别的了 那你就已经可以看到呢 就是那种 就是大陆的文化呢 官罚有的官场文化呢 就已经是来了了 那就更加是会 就是越来越 独断独行 你看今天 林郑月娥呢 还在那个医馆那个大会那里 继续骂一些医护人员 是的 就说他们抹黑这个政府 就是抹黑那个疫苗的效用 喂 你自己 就是 林郑月娥 接受这个内地传媒访问都说 那些人经常都说 我们违反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但是又说不出哪一条的 我觉得这个就正正就是 套用回来他那里是 exactly the same 你看他说他骂了这么久 他可不可以举例 告诉我听 你说的是医护人员 说哪些东西是不对的 你拿出证据来 那别人才会 就是以你服人 别人才会接受你的嘛 就是 请用文明说服我 但是很明显现在 他就自己是骂人就不懂得罪己 然后自己就不断 就用这种扣帽子的方式 就去骂人 那这个你就看到 越来的港府 是会用这种这样的方法 所以你说 所以有些人说 尼君雅走 其实可能是好事来的 因为他再留在这里的时候 你真是无所作为 他可能就是 就是你就是 接受他用钱来困住你 你又什么都做不到 那时候可能你真是离开 去找一个 另一份工 可能是会 对他的发展会更加好 我真是想起之前 你没多久之前 其实好像香港很多东西 你会感觉 是不是这么近呢 其实感觉很久 我还记得 我不记得是不是夏宝龙 还是哪位一来到 三样东西我们要整顿 第一传媒 第二教育 第三我已经不自己忘记了 第三 你看一下 现在传媒 真是大刀阔斧 我觉得现在李宝传应该 如果以我们行内娱乐圈 他是真是小生 一号 最得政府喜欢 你做到这么容易 大刀阔斧 不用解释 我做了 是不是很满意呢 做多个你要求 就是这个 然后其实看上去都挺心寒 公务员 公务员大家都知道 要签名 就是效忠 不然你就不用做了 现在最担心的都是教育 这三样东西 真的好像 说就好像 都不是很久之前 但是现在 竟然应验得这么快 其实是正在进行中的了 我常常都说 你传媒都能看到了 你不听话的 就买起来 所以为什么 你看到他越来越加强控制 以往我们都说 他会用白手套 去在香港 去间接控制 传媒 或者间接影响 现在他都已经不放心了 你香港人做白手套 他都不放心了 他要找内地的企业 或者是 自身是中国的背景 比较深的人 去做的才放心 我想 加拿大人可能最清楚了 你看一下《星岛日报》 《星岛日报》由最初 一个叫做 我们叫做亲友的传媒 我最记得那时候 他的报头的日期 是用民国来说的 那期后就改了这个 就是一般的功力那些 然后呢 你就看到他开始 就是 做了这个政协 之后就开始 变成这个 《何处国》的年代 《何处国》的年代 好了 搞了这么久 其实《星岛日报》都已经 大家看到 他的建制色彩越来越浓厚了 但是最近 都没办法了 他要 何处国做得这么好 他都要把他买了给 佳巷 一个内地的房地产机构 那你就可以 可想而知就是 你香港人做白手套 他都是不放心的 就是对于一个 专权 一个独断独行的 就是政权来说 你 就是 我有一丝 留到 总之 就是留得一丝的 小小的香港东西 都不要 其实做了一个 很好的预告 其实 特首 所有的三司十三局的 其实全部都是香港人 其实他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本身到最后 其实你们全部都是香港人 你也是 受英国的教育长大 受英国的文化 有些人 哇 特首还是说 他是盟主 孔子 不是盟主 孔子 不是孔子 孔子 他做特首的 糟了 你还有西方文化 最近才在那里 说完 我们教育里面 有张照片 这些西方文化 太崇尚这些圣诞节 太崇尚这些敌词 过阳节是不对的 是的 其实这帮高官 所谓 其实他们知不知道 现在他们帮忙 遲早在日产 除自己 我经常觉得 他们是真是应该 看多些中国历史 当他们说 市民不知道中国历史的时候 其实他们自己 才最不清楚中国历史 尤其是 你看一下 中国共产党那种 由执政前和之后的变脸之快 你是完全想象不到 还有 所谓 当你的利用价值结束的时候 你会被人家 戏如别征 一样 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我经常觉得 我看过往的历史 我觉得 是很好笑的 你看 中共 在1949年立国之前 未取得权之前 他利用《新华日报》 即是当时的共产党的 报纸 的后舍 是说了很多 批评 国民党的一些施政 有些就不是正式批评的 但是呢 其实就是说 包括什么呢 我们要有新民自由 我们要有民主 这样的社会才是前进的 这个是1949年之前 一两年说的 不断在那里说 但是到1949年之后 怎么办呢 什么都没有 就是你还说什么新民自由 说什么民主 他已经变成一个 就是所谓共产党领导之下的 多党合作制 现在再更新 就是 直接是确认这个中共 那个 就是中共共产党的地位 你不可以批评他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些人说 你喊一 结束的党专政是不对 那当然我不同意的 不过 你可以看到 就是中共那种态度 就是他会因势 就是他那个时势 需要些什么 他就会说那样东西 然后呢 到他拿了之后呢 那就真是对不起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都说呢 你就是要服侍这个中共政权呢 不要跟车太贴 很可能呢 撞车你都不知道 就是 就是 你是看到呢 他是会 就是 他现在 如果他现在未 要求你这样做 或者他现在不说他这样做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他自己觉得那个 气候 没去到那里而已 到了的时候 你就真是 哭都无谓 所以为什么他现在还在那里继续说 大家已经明明看到他不是在说韭光养晦的 但是他还是 习近平还是在 前个星期都还在说 我们 我们不会称霸 我们不会做大博 但实际上 大家看到他做的东西 和他说的东西 可能根本是两回事来的 而且他是会用更加 高压的手法 去 限制 你的批评 我们经常都说他可能其实是 就是 吸收了 国民党在 中国立国之前那种 做法的 可能对他的不利 所以他更加 就会更加控制得很重要 因为 就是中国立国 就是中卫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前 国民党呢 虽然他有很多 就是做得不好的地方 但是他始终呢 他都有些 就是西方文革的底 他是 至少在新闻自由方面 他是比较开放的 所以才会有《新华日报》这些 就是报纸的出现 所以为什么在 49年之后 中共就是 原来你 如果有新闻自由 有什么空间 被人去批评你 可能会 削弱了你的政权 所以他在 就是49年之后 讲什么新闻自由 从来都 就是从来都没有新闻自由这回事 他会担得更加紧 所以但是他 他不会承认这件事的 在中国的 宪法里面 都是有讲新闻自由的 只不过在实际上 执行是怎样呢 是 就是那本事 今天也是 很多谢 马克姐 在5月3号 这个国际新闻日里面 国际新闻自由日 不是新闻日 其实我突然间 你一说完以上的东西 中国经常都是一个 适合他自己的时间 做一些 举动的 不怪我以前终于领会什么叫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什么原来有中国特色呢 你明白吗 你一见到有中国特色 你就要小心 这个完全 和大家想象中的 中国的那种主义 是不一样的 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 中国特色的一国两制 中国特色的一切东西 都大家可能现在慢慢就领悟在里面了 好啊 今天这个撑公共广播运动的反对港台下架节目声明 就发出去了 到底对于整个国际里面 甚至乎 就是亚洲国家 就是看着香港的人 到底有多少回响呢 我们要拭目以待了 其实我想身为 我们香港市民 或者海外 都要监察着 大家看着 香港的发展 我觉得在海外的朋友 可以在当地的一些公共广播的机构那里 问一下他们 这个香港的公共广播服务机构这样做 符不符合你认为的一个公共广播机构的 特质呢 或者责任呢 尤其是ABU 就是这个亚太广播联盟 我相信 一个这么具代表性的组织 是不是都应该 就着一些成员的行为呢 去作出一些评估呢 那我 就是希望 大家 不同的人都可以 去问一下这个问题 好啊 我一定会 希望联络一些外面的媒体 希望联络到 CBC也好 或者CTV也好 到底他们面对着一个这样的香港发生了的情况 对一个新闻媒体是怎样看这件事 到时再帮我回应 马姐你的一些新闻 希望海外里面能够真的声闻到香港 好 多谢马姐 抽出时间呢 这么忙 做完这个声明之后呢 继续就 继续 下次再问你有些什么香港 新闻的东西的时候呢 就再找你 麻烦了 马姐 好 多谢 保重 大家拜拜 拜拜 大家保重 嗯